好 現在看到的是中國兩會開幕 不過史無前例的只有壞消息 不只是中國的經濟數據 未來依舊難看 地方政府的債務依舊無解 而且英國媒體經濟學人還評估 未來包括臺灣在內的十四個 這個亞洲國家 還很可能會聯手取代了中國 這個世界工廠的這個供應鏈 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請教這個敏寬 那中國以後更難接到訂單 那經濟敷術不是更無望了嗎 人家說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看到這個畫面 心中無限的一個感觸 李克強做了十年之後 下台一鞠躬 但目前在看的話 看到後面第一排 哇 習近平所帶頭的一個政治局 目前來看 全球都認為 中國的政治未來只會更集權 好 現在重點就來了 這次李克強出來四平八穩 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對臺灣他們說要放軟 但是是國務院說要放軟 現在是習近平說了算啊 習近平是強硬軟手 所以解放軍在他手中 國務院沒有解放軍 各位別忘了 所以今年我們都看到第二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就是 中國二十年來經濟成長最低的一次 GDP的成長目標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但這個百分之五達得到嗎 目前來看非常困難 為什麼呢 現在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中國的債務分成中央債務跟地方債務 目前單單中央債務跟地方債務加起來 每年單單付利息 又起這個數字超恐怖 全年的利息的整個支出 就高達國家支出的十趴 十趴 所以說你錢先堆在桌上 對不對 這個是整個國務院要用的 這個是國防部要用的 這個是地方要用的 這個是教育要用的 結果呢 對不起喔 有人就先衝出來了 先扣十趴下來先付利息 我要剩九十趴了 利息先付掉 對就先付掉一個 這是第一個麻煩的一個點 第二個 因為去年二年據傳地方總 整個地方債務募集 四兆兩千億人民幣 那今年說不能夠再發那麼多債啦 再發下去的話 真的是債太多啦 可是還有個大麻煩 什麼大麻煩 現在不是土地賣不掉嗎 是據傳銷售土地的呢 佔整個總體的財政的 整個地方財政佔四成到五成 那現在房子都賣不掉 這個要怎麼辦呢 不過敏寬剛才有特別提到 中國兩會這個 現在正在召開 但是呢 這一次呢 當中有很多的這個美港 反而讓外界看到了 習近平的權力焦慮嗎 尤其是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呢 這個確定下臺一舉功 但是呢 他在下臺演出的時候 竟然脫稿演出 說人在做天在看 感覺下一句呢 只差沒有說出 這個習近平的報應就要來了 所以就請教他這個義善 你怎麼看這一次難道說這個 真的有感受到習近平的權力 遭到了空前的挑戰嗎 我們看這次的人大會 其實就是習近平晉升為皇帝的登基儀式 那怎麼說呢 我們看外媒說這次 怎麼評論這次的人大會 BBC就說這次人大會議是 習史詩般權力鬥爭的高潮的表徵 大家將自己置於核心位置 沒有人再有機會來挑戰他 美國之音也說習近平在權力危機感 跟安全的焦慮感之下 一直在強化代表中心運動 那將公安國安體系納入黨內的內務委員會 所以他不只是兼任所謂的黨總書 總書記也不只是兼任軍委主席 他甚至下面下設了七個委員會 自己就身兼了六個委員會 不讓別人幹都是我一個人來幹 那所以李克強說人在幹天在看 蒼天有眼再說誰 因為李克強已經要下臺一鞠躬了 以後中國中國共產黨內部 再也沒有所謂的權力制衡的機制 以前有所謂太子黨跟跟那個的 李克強這邊這個派系的鬥爭 但是未來都急於習近平一聲 但是中國自己怎麼看這場選舉 這場的人大會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全國最近最大的笑話 就是全國人大會三月五號開幕 為期八天半 只有發言人聲稱這是世界規模 最大的民主選舉 選舉選舉什麼選舉總書記 就是習近平當為國家主席 他及國家主席總書記 跟軍委會主席餘生 權力大漲餘生 結果他們說是最大的民主選舉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看到這八天裡面 常常會出現這個畫面 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沒有通過 誰敢舉手啊 這個就是中國式的民主 那中國式民主 他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極盡於權力一聲 不只他個人 他下面的子弟兵 也全部都掌握了中國的所有國家機器 除了習近平擔任總書記 中國中央軍委會主席 接下來要做國家主席之外 李強預測會認為總總理 也不用預測了 因為一定是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通過通過通過 那趙樂際預測會做人大委員長 王滬寧 這個思想的導師 會做政協主席 蔡奇中央書記处的書記 丁薛祥預測會做常務副總理 排名第一的常務副總理 李希會做中紀委的書記 這七個人就是習近平所謂的中常委 他們這七個人就是未來中國的權力核心 但是其實這些人都所謂的習近平派系的 原則上就是幫他打工而已啦 原則上所有的權力都還是在習近平身上 所以習近平為什麼要集中權力於一生呢 因為他有一個中國夢 中國夢就是要稱霸世界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跟中國之間 為什麼有中美大戰嘛 未來的世界局勢 為什麼是一個所謂的民主對抗極權的一個戰爭嘛 因為中國想要崛起 他想要稱霸全世界 他第一個障礙是什麼 就是臺灣 所以除了假民主之外 還有一些假臺灣人 我們可以看到陸兩會的臺灣省人大代表 你們有選過局嗎 有投過這個人的票嗎 沒有啊 這個人是誰的 你都不知道周振球 他變成是我們臺灣省的人大代表 他統一後 他說統一後缺 但可以靠大陸解決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解決 也許這些假臺灣人身上都有八顆蛋 所以全部回來之後 統一之後 他們可以捐出他們身上的八顆蛋 而且我們上禮拜才講 中國現在連小雞都要沒有了 以後搞不好中國才沒有蛋 對 小雞價格漲三倍 比年初的時候 中國自己就有缺蛋的問題 他怎麼樣去幫助臺灣解決蛋的漲價問題 所以我才說這些人可能都有八顆蛋 千萬別上當別被騙 所以除了這個周振球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我們看到他們這一次的中國軍費六點八兆 為臺灣的十一倍 叫去年增加了七點二二趴 也就是說所謂的假 假臺灣人目的就是要進行所有的認知作戰 釋放出這包括什麼假 可以幫我們協助者的雞蛋問題來釋放這些假訊息 進行認知作戰要臺灣人放棄抵抗 那最後呢還是會用軍事武力來進行所謂的統一臺灣的工作 那為什麼這就可以看出來中國軍費將近六點八兆 是臺灣的十一倍 世界報的記者勒梅特最近在北京訪問了一個中國國內頗具知名度的一個國際關係學者 但是他不願意記名 否則可能會被秋後算贈 為什麼這個學者講的話 讓大家聽得很訝異 因為這個不具名的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跟這個勒梅特講說 習近平根本就不懂全世界 然後甚至有提到說入侵臺灣困難重重 我先講為什麼他說習近平不懂全世界 因為他說習近平上任之後呢 雖然加大他的這個權力的達到巔峰 然後專制 但是越來越集權的這個結果呢 他根本不敢跟美國開戰 但是他又覺得自己有實力跟美國開戰 可是呢包括習近平 還有他的底下的所有官員在內 把所有的財產 還有包括情婦小三在內的所有家人都放在美國 那你想想看出了什麼狀況的話 他怎麼跟美國打 然後他一直覺得自己的經濟實力往上升 但是沒有想到其實消退的也很快 所以當這個俄乌戰士開打之後呢 他瞎挺俄羅斯 認為俄羅斯ok一定會取勝 可是沒有想到連中立的瑞典跟挪威 都已經靠向了北約那邊了 那是 那結果這下子 那個中國整個有點對俄羅斯看走眼了 現在想要跳出來辦和事佬 是怕俄國輸的難看 他在北方的就少了俄國這樣一個盟友 萬一俄國的這個普丁敗了 新上來一個接聽普丁的人 是靠向美國了 那不是中國更加孤立了嗎 所以是不是這個學者 我覺得學者講的還蠻質地有聲 這些觀點還蠻特別 我以前也沒聽過 所以習近平就不懂世界啊 那為什麼他說入侵臺灣困難重重 他說臺灣海峽是不是一個天險 看起來中國說那是內海 那美國在內很多的國家說這是國際水域 也是國際公海 那但是不可諱言的 他說有一部分的海域 的確是有一些國際的這個水域 那如果解放軍他想要把這個台海封鎖了 然後去打臺灣 問題是他擋住了很多中東地區 中東國家東南亞要通往這個東亞 東北亞的這個航路 然後還有日本韓國的也勢必被解放軍的海軍給擋住了 那他難道他們會做事不管嗎 然後還有駐紮在沖繩啊日本韓國菲律賓這些臨近的美軍基地啊 可以很快速的這個反應 解放軍的傷亡一定特別慘重 能夠達到目的嗎 打一個大問號 所以他說入侵臺灣困難重重 有道理 聽完他講的真的感覺似乎有那麼道理 再跟大家講 美國的這個威斯康星大學的這個麥迪遜分校 有一個人口學的這個專家叫易富賢 他特別在有一篇文章說 中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篇文章裡面提到中國的這個人口紅利正在銳減當中 不斷的去消失 包括他的這個出生率下降 然後老齡化的這個這個老齡化的上升 勞動力的人口下降 然後呢 現在中國大力提倡他的AI人工智慧跟機器人 可是機器人不會消費啊 AI人工智慧再聰明可以幫你造東西 也不會增加你的這個內需市場的這個大量的經濟量影的數字啊 所以他說中國時代已經結束是提到說 就算中國作為第二第三以後的這個 全世界數一數二大的經濟體是有可能 可是他的地位 就算不是被這個美國超越也超越超越美國的會是印度也不是中國 所以他就想說中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現在是台北上下跨地的可能性